男人刚从战场上死里逃生 结果刚回家就洗蹄绿帽一顶 妻子和亲兄弟的双双背叛 让他怀疑人生 女儿在饭桌上的话 更是让他彻底崩溃 男人名叫山姆 是美国特种部队的一名上尉 一直以来都是父亲引以为傲的对象 与刚刚出狱的弟弟相比 他的成就更为出色 山姆有一位美丽的妻子 和两个可爱的女儿 一家四口过着幸福的生活 然而突然一天 山姆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 需要立即前往阿富汗执行 在途中他乘坐的飞机遭遇了埋伏 不幸坠毁 随后两名军官来到山姆的家中 将他遇难的消息告知了妻子 并转交给他一封信 这封信是山姆在离开之前写给妻子的 说如果自己没有回来就转交给他 但妻子一直没有勇气打开这封信 丈夫的离开让他的心如坠深渊 整日陷入悲伤中无法自拔 幸好刚出狱的小叔经常过来帮忙 给予他支持和帮助 某一天 小叔看着年旧失修的厨房 心血来潮找了几个朋友一起来翻修 过程中 有个朋友不小心被油漆弄脏了衣服 于是妻子回到卧室 为他找换洗的衣服 看到丈夫生前曾穿过的衣服 各种回忆涌上心头 他仍然无法接受丈夫的离去 很快 妻子的生日到了 小叔为他翻新的厨房也顺利完工 妻子非常喜欢 小叔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生日派对 父母和邻居都来为他一起庆祝 大家希望这样的庆祝能够帮助他走出丧夫的阴霾 果然 女儿们非常喜欢这个小叔 妻子也开始对他产生了依赖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愈发亲密 而另一边 在遥远的阿富汗 丈夫山姆其实没死 飞机坠毁后 他和部下显向还生 非常不幸被当地的极端分子俘虏 他们被关押在一个深坑中 只能透过缝隙看到外面的世界 这段时间里 他们经历了残酷的虐待 但山姆凭借坚强的意志力和心理素质 支撑着自己和部下 尽管部下受到了极端分子的恐吓 山姆一直坚守不透露任何美军的信息 然而另一伙人出现后 他们被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一个带着黑头金的头目向他们表示 这不是你们应该来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领地 接着便在他们面前处决了一名内鬼 部下被吓得心惊胆战 极端分子随后采取了残酷的手段 用烧红的铁棍对待部下 试图逼迫他透露更多信息 面对这一切 部下终究无法承受 全盘拖出了美军的情报 还被迫录制了一段 表达对美国不满的视频 极端分子将这段视频展示给山姆 然后拿出铁棍 逼迫山姆杀死自己的部下 但山姆怎么可能下得去手 头目见状告诉山姆 周围的极端分子纷纷起哄 恐惧笼罩在空气中 让人感到窒息 山姆不得不做出这极其艰难的抉择 他硬生生用铁棍敲死了自己的部下 这残忍的一幕也被极端分子拍摄下来 成为了他们的恶意宣传工具 然而美军很快发现了这个地方 并成功的消灭了这些极端分子 同时那台拍摄视频的设备也在意外中被烧毁 恶意传播也随之终结 山姆最终获救 这里发生过的一切也随之被埋葬在此地 与此同时 家乡的妻子正在厨房里准备饭菜 享受着平静的时刻 小叔陪着两个女儿开心的玩耍 家中充满了温馨的氛围 突然一通电话打破了这一切 妻子得知丈夫生还的消息既惊又喜 一家三口和小叔一起来到机场 迎接山姆的归来 女儿们兴奋不已 因为很久没有见到爸爸了 但与妻子和女儿们的兴奋不同 山姆却异常平静 和妻子也只是简单的拥抱 没有太多的表达 小叔看着这一幕心里五味杂陈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山姆变得非常敏感 甚至在洗手间也要将门反锁 妻子看到山姆背上满是伤痕 非常心疼 下意识地上前拥抱亲吻 然而这种夫妻之间再普通不过的举动 山姆却异常抗拒 父亲察觉到儿子的异样 安慰山姆说 自己在从越南战场回来后 也曾有过同样的感受 他明白山姆不愿与任何人交流 将负面情绪都压抑在家人身上的举动 并非他真心所为 于是告诉山姆 如果想谈心 随时可以找他 可父亲并不知道 此时的山姆已经对任何人都失去了安全感 这天 山姆静静地观看弟弟和妻子 在溜冰场开心的玩耍 于是对弟弟表示了感谢 感谢他在自己归来之前 对家人的照顾和支持 可随后山姆又追问道 山姆看着弟弟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心口仿佛被刺了一刀 但他并没有表露出来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山姆变得越来越阴沉 越来越敏感 不仅对妻子疑神疑鬼 甚至半夜一声狗叫 他都会紧张地起床 举着手枪到处查看 即使大女儿讲笑话 山姆也无法像以前那样感到好笑 甚至小女儿在看到他时 还会下意识的后退 这天大女儿过生日 全家人为他庆祝 弟弟特意带来了一个 刚交往一个小时的女友 想让山姆心里舒服一点 没想到这个女人却是个话牢 在吃饭的时候 她表现得好像和大家很熟悉 不停的说个不停 甚至还问山姆杀完人之后的感觉 这让在场的人都感到尴尬 弟弟用胳膊肘怼她 示意她收敛 但这个女人却不知趣 山姆只能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突然两个女儿在一旁为娃娃争吵起来 山姆在饭桌上训斥妹妹 应该让着过生日的姐姐 这让妹妹很不开心 委屈的泪水不停打转 此时饭桌上的气氛 已经变得愈发压抑 但弟弟的女友仍然没有注意到 继续叨叨个不停 一旁的妹妹随即伤心的说道 为啥什么都是姐姐的 为什么她过生日的时候 没有像姐姐一样的特殊待遇 这番话让餐桌上的气氛更加凝重 大家都陷入了沉默 只有弟弟的女友还在继续叨叨 小女儿强忍着委屈的泪水 感觉大家都不喜欢她 于是抓着气球开始弄出刺耳的声音 试图引起大家的注意 然而她的行为 只是让大人们的聊天一次次被打断 见大家还是不理她 她开始变稳加厉 气球的声音越来越大 终于 好好的一场生日宴就这样草草结束 一种沉重的氛围笼罩在家中 两个女儿感受到爸爸变了 她们不喜欢现在的爸爸 而此时的山姆静静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平静地让人害怕 她始终无法忘记亲手杀了自己部下的事实 也无法面对家人的背叛 就这样沉浸在自责和内疚之中 无法找到面对现实的方式 妻子关切地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但山姆却沉默不语 没有回答 而是起身拿起一个铁棍走进了厨房 正当山姆沉浸在内心的痛苦和愤怒之中时 弟弟推门而入 她摊开双手 表示自己没有恶意 然后走进山姆紧紧地抱住她 传达着兄弟之间无言的关怀 妻子尖撞连忙走开 给弟弟和山姆留下一些私人空间 谁料 山姆突然掏出一把手枪 妻子连忙上楼把女儿们带进屋子里 山姆的情绪也变得异常激动 她用枪指着弟弟质问 可窗外却传来了警笛的声音 得知弟弟竟然报了警 山姆更加狂暴 一气之下直接冲出门 山姆用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 与警察对峙 而此时 她猛然想起了敌人的话 为了再见到家人 她吃尽苦头 像狗一样在地动煎熬 甚至亲手杀了同伴 身心都背负着巨大的痛苦 最终山姆缓缓放下枪 她还是没有勇气割舍最爱的人 山姆之后被送进精神病院 开始接受长期的精神治疗 家中的妻子无意中想起 之前山姆写给她的信 这一次她决定打开阅读 信中充满了山姆 对妻子和家人的思念和爱意 但由于她作为一名军人 服从命令是她的天职 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赴战场 妻子读完信后泪如雨下 她终于明白山姆对她有多深的爱 激动之余 她飞奔到疗养院 希望能与山姆分享她在阿富汗的经历 不要再一个人扛下所有 山姆沉默了很久 最终她打开了心扉 向妻子吐露内心的真实感受和经历 战争给人带来的创伤 是无法用言语描述的 死亡只是其中最低级别的一种痛苦 最为严重的创伤 是将一个带刺的秘密 深深地隐藏在内心深处 每一次心跳都会提醒你 你已经不再是曾经的自己 这一刻山姆仿佛获得了重生 她得到了爱人的理解 长久的压抑和痛苦也终于释然 《兄弟》上映于2009年 由托比马奎尔、山姆吉伦哈尔 以及纳塔利·布特曼担任主演 影片上映后 三人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奖项 他们在片中贡献的出色演技 演绎了一个让人非常揪心的故事 不过由于多年以后的今天 三人已经成为漫威大咖 以至于现在看这部电影 总感觉虐心的剧情中 也透露着一丝滑稽 蜘蛛侠居然和雷神的女朋友结婚 然后又被神秘客绿了 一气之下 当场化身恶霸马奎尔 浓浓的恶趣味只充天领干 总体来说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佳作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